有用安全帶 我們有用安全帶 OK 對 那是因為小朋友在愛睡 女駕駛站在路邊 跟員警一來一回 講個不停 為了安全帶 試圖說服警察不要罰她 因為我人家給我哭 不然我要回去 我要怎麼回去 不過違規就是違規 即便搬出了各種理由 人民保姆 仍然堅持要依法處置 不要啦 別啦 別啦 它不是 沒關係 只要違規 我們都一規定舉辦好不好 婦人本來想說算了 但此時旁邊又冒出一個男子聲音 原來違規當事人 副駕駛做的男乘客 就在婦人盼能網開一面時 她丈夫卻提油救火 警民爭時 發生在台中大甲區 光明路跟正蘭街口 15號晚間10點多 一對夫妻違規被警方開單 酒醉丈夫對員警拋銷 放話說要找朋友來壯大聲勢 事後又把影片 PO網指控警察出示警棍 恐嚇人民 不過警方也駁斥說明 當下因為對方情緒不穩 怕衍生衝突 因此原警才會 手扶著腰間警棍 男乘客手抱約莫兩三歲的孩童 沒讓幼童乘坐安全座椅 違反規定 按照法規要被罰 1500到3000元罰還 因為不滿原警 反搜證PO網說被原警恐嚇 好像相親的那種情懷 想要情緒勒索 怎麼規定就是怎麼規 他已經先違規了 抱怨完PO網後 反倒引起網友同情警方 真的是辛苦了 三地新聞 曹生章 李建盈 台中報導